印度外长苏杰森和中共外长王毅 周四在莫斯科会晤 会又宣告达成五点共识 保华就当前边界局势 不符合双方利益达成一致共识 双方军队应撤军以缓解紧张局势 但是根据印度观察过去两天 共军在班公湖北岸人数却不减反增 中印冲突升高后 印度合法中国商务签证转为严格 不但列入与巴基斯坦同级 还必须进行深入背景调查 同时印度外加强战略伙伴的合作关系 以对抗中共 近期进行一连串外交活动 周四法国国防部长帕尔利突然访问印度 他除了参加先前法国运点印度的 五架飙风战机与交易事外 也进一步讨论双边的国防合作 以及加强亚太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笔军工案是印度总理莫迪和前任的法国总统欧兰德所签署的购买飞机协议价值87亿美元 除了周四的五架飙风战机之外 印度还有望获得超过31架的飙风战机 另外印度也与法国和澳洲外交部高层官员举行首届印法澳三方对话 聚焦维持印太海上安全和强化印太地区合作 周四印度比赵与美国法国所签署的军事后勤协议 也和日本签署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让日本自卫队印度军队能进入对方军事基地补给 并可互相交流军用物资 新航亚太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